西洋大人 每天都告诉你好天气 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是彭启明 这周显著的回暖 天气更稳定 西半部要注意一下空气品质 预计周六深夜到周日的清晨 另外一波封面尾巴掠过 加上东北风暴到 北部东部转多云 偶振雨也明显的降温 预计到下周一二 那近期在月底的趋势 到月底的趋势来看的话 还看不到有明显降雨的讯号 这个对缺水的西半部 还是蛮大的压力 务必要节约用水 那周日到今天 其实台湾附近改为 吹东风到东南风 东半部偶有局部地形的阵雨发生 西半部非常的稳定 预计中午的高温 可以到27到29度 提醒您这周外出要做好防晒 有炎热的感觉 早晚温度大概是17到20度 属于有日夜温差 很舒适的天气形态 不过这样的稳定的天气 就要注意空气品质了 预计西半部的大气条件稳定 扩散不易 光是本地的大气污染 就南北飘来飘去 提醒您要注意空气污染 要外出的时候 务必查一下所在地的及时的空气品质 如果遇到这种不健康的等级 要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 还有减少一些运动 那也建议您 生活上交通上工业上的污染 都是贡献者 能够一起降低不必要的污染 很重要 尤其是西半部 显著的是比较干的 近期到月底 都没有这种 有些零星 但是都没有显著大规模的降雨的条件 可以跟节约用水一样 两个合在一起 节约用水跟改善空污 都是一样环保的 一起来改变生活方式 那下一波改变的时间点 会在周末 周六的时候 封面前缘逐步的接近 周六深夜或到周日凌晨 封面还有东北风通过北台湾 北部会转为阴沉偶震雨的天气 北部跟东半部 有局部震雨发生的机会 中南部机会是比较小的 那这波呢 也会伴随的比较凉的空气 显著的降温 跟这几天温暖舒适的天气相比 周日到下周一 会有显著落差的感觉 有点较凉 北部东半部的朋友 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面临长久不下雨的旱象呢 节约用水 如果只是口号的话 没有大家一起做 恐怕无助于疏解悍象 也建议你呢 可以从生活上 如何每天减少公升量 来计算 台湾目前呢 因为水价这个便宜哦 这个幼仪呢 是非常的低的 但是建议你呢 可以自己定定目标 从每天省下几十公升的水 来做 这样一天呢 四口之家可以省下百公升 一个月来 下来的话 可以到达三吨的水 其实大家一起来做的话 这个就很可观 以上气象游天地风险 彭启明提供 明天涵 很有意思 我觉得我已经摇满了 其他的 有点赞 今上什么问题 当然 我认为你们 始人 但是 在操伤 下 即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